俄國戰爭開打了二十個月 俄國將徵召十三萬人上戰場 也凸顯出兵員不足的問題 而且他們還經由了各種的通訊軟體 要以優渥的簽約金為誘因 來招募古巴男性為俄國作戰 古巴民眾亞美德利拿著丈夫 在俄國簽約作戰的簽約金 買了新的縫紉機跟冰箱 還有這支他夢寐以求的新手機 亞美德利四十九歲的丈夫 剛薩雷斯原本在當地是砌砖工人 為了生計 今年七月十九號 飛往俄國從軍 加入俄國攻打 烏克蘭的戰士 日前 甘巴高達二十萬俄國盧布 折約六點五萬臺幣的簽約金 全部會回老家 這在古巴相當於十年的薪資 杜魯社記者也確實聯絡到 人在俄國南部的剛薩雷斯 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打了二十個月 兵源陷入嚴重短缺 俄國總統普廷宣布 十月起將在徵召十三萬人上戰場 更透過各種社交與通訊軟體 看見古巴人因物價飆漲 生活困難的弱點 用高薪招募古巴人投入烏爾戰爭 古巴首都哈馬納郊區的幾個社區 幾乎每四個人就有一人失業 年輕男子透過通訊軟體的招募 許多人都已飛往俄國參戰 風迪表示據他所知 附近社區從今年六月開始 至少也有上百人飛往俄國參戰 證明父親是在最後一刻 才遇到兒子準備飛往俄國打仗 今晚古巴政府強調 該國法律禁止本國人替他國作戰 這些人都是被人蛇集團拐騙 也逮捕了十七名所謂的人口販子 但俄國駐古巴大使九月底表示 不清楚有多少古巴民眾在俄國參戰 俄國政府在路透社的追問下 也不願回應 各位新聞 居然請編譯